今天要聊什麼呢 人類是一種充滿各種缺點的動物 讓我來舉個例子 拖延症 拖延症真的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這個稿子我從2022就開始著手 直到2023都已經過一半了 我才把它完成 往後促想 至少我拍了剪了上傳了 至於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我想要重新開始這支影片的進度 就是某次回家大少數的時候 這邊我想要提到 大少數算是少數人類值得誇張的行為 當然它絕對不會是拖延症的一個 合理的藉口 這是一台買了差不多15年 可以聽廣播跟放卡帶的CD不放棄 然後找到一張我從小就很喜歡的歌手 小野莉莎的CD 聽著她的Bazzanova 帶點顆粒感 Lofi的音質 就是我們緩慢開始今天的主題 這看似是個蠻白癡的問題 但當它再次被提及的時候 好像又回答不出個所以然 所以我想把這個問題 丟給正在看這支影片的各位 2023年的我們 需不需要4K 我先假定 所有人都是設定成4K的分辨率 在看這支影片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用4HD 1080p在看的話 大概會是這麼大 那如果你今天是設定成720p在看的話 大概會是 這麼大 是在做視力檢查嗎 好前面又開太多玩笑了 我們現在先從大部分的人會使用的 音頻台開始說起 也就是現在這支影片上傳到的地方 是已經有超過20年歷史的YouTube 我大概是從國小五六年級 就是2008、2009年那個時候 開始把YouTube當作 我主要觀看影片的平台 那個時候的影像品質 大概都是圍繞在240、360或480p的影片 所以長期在這樣品質差不多的影片裡面 你這樣子觀看久了 你也不會有什麼想要去看那些品質特別好 或者是你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很差的影像 因為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你已經習慣這樣子的環境了 直到隔年漸漸的有一個新的規格跑出來了 它叫做720p 當我按了設定 然後它成功的將影像轉換到720p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 蛤天啊這個是什麼 那我之前在看的東西是什麼鬼東西 它真的會有一種非常跳躍式的進化 當你已經看了習慣了720p的影像之後 我覺得你很難再去接受 480p以下的畫質的影片 那真的是一個傷眼睛的過程 如果有回溯YouTube歷史的各位 就可以知道早在2009年 就可以支援上傳Full HD的影片 而在隔年的2010就開放 可以上傳4K影像上去 早在13年前 對13年前YouTube應該是要各種4K影片飛來飛去才對 但是總覺得好像當Full HD 它成為影像規格的主流之後 就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4K影片它就像是一個刷存在感的人 直到2021手機版的YouTube才開放 可以用4K規格的分辨率去觀看影片 所以作為影像的生產者跟消費者的我們 我覺得2023年Full HD好像還是跟4K中間隔了一條非常大的鴻溝 難以跨越 所以話說回來 你有去思考過為何4K影像它依然很難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觀影品質上面嗎 很簡單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素材體積跟網速限制 以我的經驗去做分享好了 我自己從開始經營頻道到現在大概5年的時間 其實到今年的3月我才正式的把我的影片規格升級到4K 那當我在拍攝一支影片的時候 我主要要先拍攝獨白 就是現在我拿著麥克風在講話的這個素材 接下來就是針對我的文字稿我寫了什麼 好我現在要去找對應的素材我去拍 那這兩個主要的素材加起來 如果我要拍攝近10分鐘的影片 那我累積起來的體積 大概會佔近100GB的容量 每當我完成一支影片的時候 就會把所有的素材去備份到硬碟裡面 以剛剛所提到一支影片大概100GB左右的素材 一顆1TB的硬碟大概可以裝10支影片左右 如果數學沒問題的話 以我作為個人的影像工作者來說 我需要把預算去投注給數位 或底片任何的一個硬體器材 其他的預算就是要花在買空間 買空間買空間裡面 當你用完了一顆硬碟 你就需要去思考 我下一顆硬碟跟更多硬碟 該怎麼辦 就是指 當你是一個人製作 你口袋又不夠深 4K素材對你來講 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剛剛我講了這麼多 你還需要去思考買對應的撿了動4K的電腦 那也會是一個挑戰 當我聊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FHD的體積量它是4K的四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 所以以性價比 以表現 你會選擇哪一個 前面聊到的是影像的生產端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影像消費端 就是作為生產者的我 如何把拍好的影片上傳上去 給觀眾看這件事情 當我拍好了4K影像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被我4K的影片驚豔到 結果問題來了 他們的手機跟電腦 網速完全跑不動 意思就是 他們的網速跟進度條 兩個在互相超車 這對於一個想要順暢去看影像的人 是非常傷害節奏的 所以你需要做到的妥協方式 就去設定去下降你的觀看規格 意思就是4K的影片 你可能只能用2K 1080p 好你都跑不動 那你只能用720p的影片 是在做視力檢查嗎 不光是YouTube像是Instagram或Facebook 這些社群軟體 都是建立在能夠讓大眾順暢使用為考量 所以當我們上傳的影片跟照片 都會經過他們一再的壓縮 讓品質不這麼好 但是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在觀看的時候不卡頓 能夠迅速的做刷新再觀看 但是這也換來了 我們想要去弱使用高品質的影像 4K去讓大家被我們的影像經驗 在社群軟體上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在影視相關的商場逛節 各大品牌帶有4K的規格 已經是標配 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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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4K LOGO的商品才上得了檯面 當我觀看這些4K螢幕的時候 心裡產生了一個想法是 他們在4K螢幕播放高品質的素材 但當我們把顯示器買回家的時候 要是沒有那麼多4K影片可以看 那不是很浪費錢嗎 其實2023年一直給我一種感覺是 大部分的人們都還沒有準備好迎接4K 講到這邊我們來換個話題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反其道爾行的去使用 畫質更差的影像機具來拍攝 大家可以接受嗎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拿一個很酷的東西 也許現在的小朋友都已經沒看過了 它的名字呢 叫做DV 手機攝影機 HANDICAM 感覺很像是在跟幼稚園的小朋友 在推銷產品一樣 這是兩年前在高雄的二手相機店 買到的DigiLive DDV H10Z 網路上還查不太到 有關這台DV的產品資訊 只知道是2011年推出的產品 可以錄製720P AVI格式的影片 也具備閃光燈的拍攝功能 讓我感到驚喜的部分是 這台DV擁有許多近五年推出的相機裡 都不一定有的雙SD卡槽 附上的4GB G1卡可以錄製超過一小時的影片 然後翻轉屏 嗯 自從我買來的時候就長這樣子了 這根本就是玩具錄影機吧 至於為何DV可以錄製這麼久的影像 因為比起單眼相機 DV提供很好的影像壓縮率 以及堪用的影像品質 對於使用DV的用戶來說 後期處理影像的要求不高 所以這類機型多偏重於機式呈現的效果 畫面會經過銳利化 與色彩呈現最佳化等處理 加上機身的感光元件非常非常小 除了不容易過熱當機之外 還可以在很小的機身裡做到很大範圍的變焦 加上幾乎是全景深的畫面 也省去了對焦的麻煩 你們先打吧 我要記錄一下 欸 冠林再上一次啊 DV某種程度來說有點像是露營界的傻瓜相機 講到這邊 就讓我去引用三件作品裡面有DV的元素 分別是遊戲、MV、還有電影 Outlast 中文翻譯作《絕命精神病院》 是一款生存恐怖遊戲 內容講述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 要在一座恐怖的精神病院裡調查事件來龍去脈 而玩家則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去操控這位記者 並攜帶著DV去拍攝畫面的同時 要避免被病患追殺 在黑暗的空間中遊走 必要時候可以打開夜視功能DV畫面 這種第一人稱的影像有很強的帶入感 也是這款遊戲非常成功的賣點 相信大家對音樂創作者Jogi應該都不陌生 他其中一首歌曲《Glipse of Us》的MV 便是透過蒐集大量的DV素材 內容盡視各種無厘頭、瘋狂 甚至觸犯法律的玩鬧行徑 完美呈現藝人在情場示意後 自暴自棄的正式樣貌 這些粗糙、模糊的畫面 非常契合歌詞 帶有極為強烈的愛上感 最後要介紹的是日本導演 炎錦君二於2001年發表的作品 青春電幻物語 劇情該怎麼說有點複雜 不過先不論電影的內容 我覺得很有趣的部分是導演巧妙的把DV 跟電影機拍攝的素材穿插在一起 兩者影像的解析度、色彩深度等等視覺感 帶來的品質差異 也讓畫面變得很有趣 例如主角一行人前往沖深的細水片段 在旅程中目睹的意外事件等等 明明電影都是按照劇本演出 但透過DV拍攝的那種親密感 突發事件的衝擊感 都比透過專業電影機拍攝出來的畫面 來的更沒有距離 同時也讓觀眾在觀影的當下彷彿就在現場的感受 分享完三件作品之後 在這邊做一個小節 順便提出一個問題 有什麼東西是高品質影像無法提供給我的呢? 啊 讓我換個方式問好了 有什麼原因是能夠讓DV 這種低劣畫質的弱影像 依然在2023年佔有一席之地的呢? 所以在這邊我們來談影片的最後一個主題 懷舊影像 Nostalgia-like image 來自立陶宛的導演 Yonas Mikas 與其說他拍的是電影 不如說是把一陣又一陣的影像勉強的拼成一部影片 這是他拍電影的機具 16厘米的Bollex電影機 當他拍攝的時候 不是調整成1秒24格 而是2到3格 甚至像拍照一樣的暗 所以出來的畫面非常的不連貫 但也正因為這樣的視覺效果 成為Mikas他特有的與會 在一次的訪談中 Mikas被問到一位電影工作者 如何從拍攝底片影像 到全面接受影像數位化 他回答道 我們能看得到成品 但科技本身幾乎是看不到的 在底片 錄像 卡帶錄音 你仍然可以看到 觸摸得到物體 它們甚至會在你眼前崩解 但數位科技不會 這很像是在看一個靈魂 你看得到結果 但你看不到它們從何而來 影像的晃動感 意味著觀者能夠去觀察到 拍攝者當下是站在哪個位置拍攝的 找不到影像的拍攝者在哪 是可怕的 但最可怕的是連拍攝者自己 都不知道當時你站在什麼位置 影像科技 無論顯示器還是影像機具 都是持續在進步的狀態 但如果影像敘事沒有跟在一起進步 那我們去契集跟肉眼所見相符的景色 是否是一種盲目的追求 我認為作為影像的生產者也好 影像的消費者也好 我們都要適時的 去把這些問題意識放在自己心中 帶著某種焦慮去問自己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內容 所以回歸到開頭 為何我要提到CD不放棄 這是因為人們需要適時的 去使用那些已經被實在淘汰的產物 重新的去使用它們 去賦予它們新的意義 因為在那個年代的我們 都在使用某某工具 它是主流 我們跟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 沒有比較沒有差異 就不會有話題跟討論空間 所以一再的 在影片的最後還是不放過各位 2023年的我們 需不需要4K 在影片結束之前 還是讓大家好好的為這個問題傷腦筋吧 那麼 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 下次見